大家好, 來到第九題, 關於 motion, VT Graph 這種問法 大家可以看到, A 的 object 就是 solid line, B 的 object 就是 dot line 兩條不同的 VT Graph 在五秒鐘的時候, 他們是不是相遇呢? 相遇要想清楚, 相遇是位置一樣, 而不是速度一樣 我們怎樣看它的位置呢? 就是看它由零至五秒走的距離是什麼? 大家知道, A 走的距離就是紅色的 area B 走的距離其實就是藍色的 area 所以它們不一樣 好了, 兩個 object 是否有同樣的 average velocity 在十秒鐘? 我們看到, 兩個面積由十秒去計算的話 底乘高除二, 兩個三個型面積一樣 所以, 除回時間 Distance 除 time 都會一樣 Displacement 除 time 都會一樣 跟著, 在一秒鐘的時候 A 的 acceleration 是不是大於 B 的 acceleration呢? 我們可以看一秒鐘, 集中看一秒鐘的時候 這個時間, 他們的slope 對不起, 他們的slope 先圖一圖, 一秒鐘的時候呢 它的slope是這樣的 B 的slope就是這樣的 由那個slope去看到, A 是有大一點的 acceleration 所以, 集中就是 C 了 M 不行